狐狸的葬礼 举行葬礼 这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一种仪式 在动物中有没有为同伴掩埋尸体 流泪哭泣的呢 下面的故事或许会给你答案 有个名叫林家村的大村庄 村子里有个名叫林庆历的年轻人 他是远近有名的神枪手 经常到附近山林里打猎 而且每一次都会有收获 林庆历 你又要去打猎吗 是啊 听说最近山林里野兔挺多的 我准备去打几只野兔 哦 这么说 你今天晚上能吃到炖野兔了 炖野兔我最喜欢吃了 小林啊 尽管我带几个小菜 再带红烤酒 配上你的野兔肉 我们两人一起吃 好不好呢 哈哈 当然好的 有酒有菜有肉 一起吃 就是人生一大乐事的 好的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现在就去买酒 你别急着买酒啊 我还不一定能打到野兔呢 别说笑了 我们这里谁不知道你林庆历的枪法 那是百发百中 别说野兔了 就是狡猾的狐狸也逃不住你的枪口 老哥 你真是过奖了 感谢你这么看重我 我今天可要打一只野兔回来啊 嗯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赶快买酒去吧 林庆历肯定会打回野兔来的 是啊 他可是神枪手 小林啊 你的枪法真是神了 那是当然了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什么动物能逃出我的猎枪呢 嗯嗯 哈哈 这一年的冬天 林家村的村民家里 经常遭到狐狸的偷袭 很多羁鸭被狐狸叼走 村民们聚在一起 讨论如何抓到这些狐狸 那些可恶的狐狸 昨天晚上又跑到村子里来偷鸡了 对啊 我家里两只下蛋的老母鸡 都被它们给叼走了 我们要想个办法 干掉这些狐狸 不如我们让林庆历守在村子里 拿着枪来干掉那些狐狸 在村子里开枪太危险了 万一伤到人 那要怎么办 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们不如在村外安置一些捕兽夹 看那些狐狸还敢不敢进村子里 这个注意不错 我这就去找捕兽夹 然后大家一起在村外将这些夹子安放起来 等着那些可恶的狐狸来自投罗网吧 你们安置了这么多捕兽夹是要做什么呀 昨晚村里来了一群狐狸 咬死了我们好几只鸡 所以我们就在村外安置下了这些捕兽夹 哼 看他们还敢不敢再来了 你们这样做会害死那些狐狸的 我们就准备抓住几只狐狸 然后剥下他们的皮卖掉 来补偿那些被他们吃掉的鸡 没错 这些狐狸太可恶了 就应该打死 你们怎么能这样想啊 这些狐狸若不是因为这场大雪找不到吃的 又怎么会跑进村子里偷鸡吃呢 他们这也是没有办法呀 大叔 你怎么还听那些狐狸说起话来了 就是吗 那些狐狸太可恶 你怎么还替他们说话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他们甚至跟我们人一样都是情感丰沛的 现在这些狐狸遇到了困难 没有食物了 如果我们能帮助他们 他们一定会记住我们的恩情的 他们这阵子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就不要再落井下石了 哼 我看着老头有点老糊涂了 说什么狐狸跟人一样有感情 这么说 如果我们打死了一只狐狸 那其余的狐狸还会跑来给他举办葬礼呢 哈哈哈哈 抢这些无稽之谈的话 哈哈哈哈 真是笑死人了 这天晚上 那群狐狸又来了 在这群狐狸中 有一只全身如火一般红的红狐狸 它非常狡猾 竟然带领着狐狸群绕开了所有的捕兽夹 村民们安置的那些捕兽夹 竟然连一只狐狸都没夹住 这些狐狸 真是太狡猾了 我们布置了那么多捕兽夹 竟然一直都没夹住 是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那么多捕兽夹 这些狐狸怎么能都绕过去呢 你们不知道啊 在这群狐狸中 有一只红狐狸 它狡猾得很 就是因为有它的道理 这些狐狸才会成功地让过捕兽夹 啊 红狐狸 红色的狐狸可是非常罕见的 是啊 红色的狐狸 应该是非常漂亮的 你们在说什么红狐狸啊 难道我们这里出现了一只红狐狸 是啊 我昨晚亲眼看到的 这只红狐狸非常狡猾 经常能绕过我们布置下的捕兽夹 跑进村子里偷鸡 火红色的狐狸皮可是非常昂贵的 太棒了 今晚我就守在村外等着那只狐狸 对了 你们就把捕兽夹都撤走吧 万一夹坏了那只红狐狸的皮毛 那可就不值钱了 好的小灵 这次可就全看你了 放心好了 这只红狐狸如果赶来的话 它就死定了 果然有一只红狐狸 哈哈 看来我又要发一笔小财了 哈哈 打中了 灵清丽将这只红狐狸拎了回去 然后在门外小心翼翼地开膛剥皮 小灵的枪法果然厉害啊 真的一枪就打死了这只狡猾的红狐狸啊 哈哈哈哈 一身火红的狐狸 这张皮可值不少钱的 今天晚上大家来我家吃狐狸肉吧 老婆 你去把这只狐狸炖了 今晚我们一起将它吃掉 看看它们还敢不敢来投我们村子里的鸡了 好的 对 对 我们一起将它吃掉 看那些狐狸还敢不敢来了 小灵 我家还有瓶好酒 我拿来 我们吃着狐狸肉喝着酒 为我们村子里的鸡报仇 这次我们终于为那些鸡报仇了 我想那些狐狸这次再也不赶来我们村子了 你快看 那是什么 喂呀 怎么这么多狐狸 他们在看什么呢 看来这些狐狸是冲着灵清力来的 我们要赶快通知它一声 对 要赶快和它说一声 哎呀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灵啊 狐狸虽然是动物 但它们也是懂得情意的 我看它们是来讨那张狐狸皮的 你快把狐狸皮还给它们吧 这怎么可能 它们不过是一群狐狸 怎么会懂得情意呢 小灵啊 这些狐狸今天来者不善 我看你不妨姑且试试 那好吧 那些狐狸见到扔过来的狐狸皮后 立刻一哄而上 形成一个内宽七八米的大圆圈 黑压压一片围着狐狸皮 一只只默默地站着 却显出沉默至哀的样子 没有哪一只随便走动 也没有哪一只发出什么响声 天 这些狐狸究竟在做什么 它们应该是在为这只红狐狸举行葬礼 真没想到狐狸竟然也会举行葬礼 看来动物真的也非常懂感情的 从那以后 灵清丽再也没有打过链了